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还有商务部长雷蒙多这几人,先后表态希望访华,中方终于给出明确答复。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数决亭20日表示,上周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北京,与美国商务部官员会面,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加强两国商务部沟通和合作,交换了意见。 数决亭正式消息,但未说明访中方官员身份。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美国气候特使克里日前主动对外放风说,他已收到中方邀请,前往中国就气候变化进行双边会谈。 克里虽然没有透露具体时间,但语调相对乐观,表示希望能通过这次会谈,修复双边关系,让中美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回归到两年前的状态。 不过,中国外交部这边尚未透露进一步的消息。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布林肯前几天还在七国集团外长会上表示,他期待中美关系有所进展,但是中国需要表现出明确的意愿,继续与美国接触。 克里收到的访华邀请,会不会就是布林肯想要看见的信号? 但两件事应该没什么内在关联,因为我们不能确定,克里究竟是什么时候收到的邀请。 今年1月时,中国的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就与克里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会晤,可能当时就已经对此事初步进行过沟通。 但可以确定的是,中美之间的沟通渠道依然保持正常运转。 对于中美对话,我们这边也依旧保持开放态度。 不过,作为拜登指派的气候问题总统特使,克里能不能来,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他的个人意愿,而是白宫究竟愿不愿意通过气候变化合作这个路径,重新推开中美对话的大门。 至于为什么会是克里收到邀请,而不是其他拜登政府的高层人物,比如说此前各方认为最有希望访问中国的耶伦或者是雷蒙多。 原因也很好解释。 在中美关系上,克里的态度相对而言最为缓和,表达的合作意向最为明确,而且不仅仅是面对中国,在俄乌问题上,他的表态也很微妙。 前段时间,克里通过媒体渠道反复发声,称要在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下,美国必须找到一种在气候问题上与俄罗斯合作的方法。 这句话其实找不出太多的毛病,但在西方世界政治正确的大背景下,已经算是比较难得的了。 但我们也要明确,克里之所以敢公开讲要与中国跟俄罗斯合作,是直误使然,并非他本人真的就这么想。 如果说布林肯负责对中国说狠话,纳克里就负责释放一些相对缓和的信号作为对冲,两人的工作并不存在根本矛盾,更谈不上政治对手,都是美国对华外交战略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所以克里的想法也有局限性,这是建立在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不充分认知之上。 按照他的想法,气候问题不能与中美之间的政治分歧混为一谈,得各论各的。 但这一观念的误区在于,如果外交上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其他领域的合作很难不受到影响,也不可能单独出成果。 美国也不要觉得,在挑战中国的国家主权以及核心安全关切后,只靠在其他方向释放有限的合作意向,就能把过去的消极行径一笔勾销。 气候问题不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海问题才是。 更何况气候合作这个话题,除了比较宽泛、目标难以统一以外,本身还有一定的政治属性,这跟中美在经济、金融层面可能达成的务实合作,有较大的区别。 围绕气候变化问题展开的一系列国际会议,其实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围绕生存权与发展权展开博弈的一个重要平台,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 毕竟,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往往会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一些完全不合理的要求,多少有道德绑架的嫌疑。 如果真心是想解决全球气候问题也就算了,但有些言行,很难不让人怀疑,甚至发达国家享用最小的代价,拖累新兴国家的发展进程。 但是博弈归博弈,中美确实可以通过这个渠道,便向国际社会释放一些积极讯号。 在拜登上任后,约翰·克里也是美国政府内部首位访华的高级官员。 佩洛西窜台后,中美间不仅仅是暂停了军事以及司法的对话合作渠道,气候领域的沟通工作也暂停了。 而在中美巴厘岛峰会期间,克里与谢振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进行正式对话,意味着中美关系迎来了一段短暂的缓和期。 可见,对于中美关系,克里的存在有一定象征意义,这估计是他收到中方邀请的原因之一。 换个角度来看,也是我们在为中美新的外交周期做准备,布林肯访华被聚后表示,中国需要表现出继续与美国接触的意愿。 其实我们只是对布林肯访华不松口而已,但对拜登政府其他高层,我们的话并没有说死。 比如说财政部长耶伦跟商务部长联盟多,我们的态度还是比较开放的。 那这样看来,对如今的中美外交互动来讲,比较理想的方式,就是政治跟经济各论各的,正是客观存在的政治分歧,但也不能因此耽误其他领域的合作,这也是在这双边关系,留一定的余地。 但美国那边可能有其他的想法,那就是一定要布林肯先访华,随后耶伦跟雷蒙多才会来。 这也不难理解,平心而论,如果中美目前的僵局不能通过布林肯访华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耶伦跟雷蒙多难免会顾虑,自己在访华期间,或许会因为某些表态,在国内面临政治压力,回去后在两院的听证会上不好交差。 所以就需要布林肯先行访问中国,既是定基调,也是探口风。 耶伦在二十日发表他上任以来涵盖层面最广的一次演讲,全面阐述拜登政府关于美中经济关系的主要目标。 包括,捍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人权保护,包括在必要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来促进美国的重要利益,寻求健康、互利的经济竞争,为美国工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包括通过与美国的盟友合作,对中国的所谓不公平经济行为施加压力,不得不说。 美方的这份声明还真的是加强带棒,最后直接把一口大锅扣到了中国头上。 声明还提到,耶伦将讨论基础设施、先进半导体制造以及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投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要在全球问题上进行力所能及的合作,加强对全球经济状况的沟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并解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问题。 虽然耶伦寻求在一系列全球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但美方的主基调,明显是所谓与盟友合力向中国施压。 中方此前对于耶伦的访华意向,明确表示了欢迎。 但是从现在的新动向来看,耶伦似乎没有准确理解中方的欢迎,反而在强调拜登政府的老一套,比如对华施压,反对经济胁迫等等。 虽然包括耶伦在内,拜登政府上下都在表示希望跟中国沟通,希望能访华开启对话,但美方却并没有丝毫改变既有的对话政策。 所以,可以看出,美方可能并不是真的想与中国重启对话大门,反而可能是借机造势,让外界误以为美国是愿意对话的,只是中方持拒绝的态度。 美方强调的接触只是做样子,安抚对中美关系恶化担忧的盟友,也要把中美关系恶化的锅让中国来背。 其实,如果耶伦本着与中国京城合作的态度访华,中方自然会开门欢迎,但我们强烈反对美国的胁迫外交。 照如今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对话脚本来看,耶伦将带着长长的要求清单访华,可见,美方只是通过所谓的接触来向中国施压。 但是中国的勤俭不会给来施压的人。 如果耶伦带着施压的心态来中国,中方必然不会背着美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